這個部分要怎樣把它變成一個 就是類別方法 基本上我把完成的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你可以把這一部分 再把它另外再建立一個什麼呢 建一個 這個 Private或者是 其實這個地方無所謂啦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沒有被其他的類別使用到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建立一個類別方法 這個類別方法的話 Static Void 然後我們給他一個 這個buffle的一個名稱 然後傳進來的話呢 我是用什麼一個 傳進來的是一個所謂的那個 這個數值的陣列 對不對 然後這個 一個陣列 然後這個是一個他的陣列名稱 那特別注意就是一個 大瓜湖 大瓜湖特別注意 一定是在哪裡呢 一定是在 這個 這個大瓜湖的裡面 那他的瓜湖位置 我看同學常常會 會有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在 man的瓜湖的外面 然後呢 這個大瓜湖的上面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建立一個這個方法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我把 就是說那個 跑 buffle 就是說呢 跑這個 這個排序的部分呢 我把它另外獨立出來 跑完之後的話也是OK的 所以請各位改寫一下 思考一下 如果把這一段 有沒有 把它獨立出來 然後最後 run出來 也可以 怎麼樣呢 也可以 也可以成功 不然的話 你不要說跑完之後 不行 這個部分 等於是把它做個改裝 請你把前面這個地方 改成 一個類別方法 OK 畫面先換 完成的地方 第一個 我們要先建一個什麼 類別方法 對不對 所以呢 類別方法 交個一個訣竅 我會先看一下 這個類別方法 他的刮鬍在哪裡 man的刮鬍在外面 所以按個enter 下方 建立一個類別方法 那方法的名稱 由這個來改好了 有時候突然一下 其實 你不想 打這麼一長串 你可以把這個man 拿來改 那比如說 這個名稱把它改成叫做 這個 bubble 然後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我是傳入是一個什麼 int 的一個陣列 那名稱的話也叫data data ok 然後面有 有一個刮鬍 切一刀 西瓜 切開來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你第一個要先結構正確 你不要 這個放錯位置 常常我看過有同學是怎麼樣 把它放在什麼 放在這個裡面的 就是 放在 類別 類別方法的類別裡面 這樣一看就知道完全的錯誤了 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說 放的位置你一定要先確認一下 就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接下來怎麼樣呢 把這一個部分的程式碼 包含 for回圈 for回圈的頭跟尾的部分 把它搬進來 直接把它搬移過來 搬移過來之後的話呢 一定會產生什麼 一些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區域變數我沒有宣告 在外面有宣告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宣告一下就好 int 因為這個i跟那個i 不一樣 因為我是在區域的裡面 這個是他的區域裡面 是這個man裡面的 除非你宣告在最上層 是痊癒的 不然的話 然後還有一個j 還有一個temp 所以就把這幾個會用到的變數 通通宣告 OK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 還有什麼 都沒有錯誤了 就完成了 OK 那在 Ctrl-Shift 加F 然後傳進來 基本上Data這個名稱都一樣 然後傳進來名稱都一樣 OK之後的話 那這邊好像多宣告一個 其實你會發現這個是 多宣告的 沒有 沒有用到 所以把它刪掉 再來的話 呼叫他 因為我這邊有 這邊也有 所以的話 把這個 做一個呼叫 呼叫的名稱 就這個名稱 然後呢 傳遞一個參數 參數部分的話 就是這個data 所以data 你就把這個data 放進來 然後呢 直接結束 完成 所以將來 呼叫 他 有沒有 呼叫他 就直接 帶到這邊來了 有沒有 他就執行完 然後他怎麼樣 再跑回來 對不對 就類似像這樣 所以 就有點像那個 做一個簡單的外科手術 把它切開來 放在外面 這樣以後都可以共同存取 OK好了之後的話 最後就把它run一下 如果run出來 OK的話 那表示呢 沒有問題 有沒有 結果一模一樣 只是說他什麼 獨立出來 一個 新的這個 獨立出一個這個 類別方法 OK 這裡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部分 其實將來 各位 在寫程式 尤其是 同樣的部分 也要 也會常常用到 這個地方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如何把那個 泡沫排序法 的那個程式 獨立出來 就是說把他類別方法獨立出來 那我建議各位可以先複製一個 你可以做比對 就是 泡沫排序法那個類別 你可以把它複製貼上 做版本管理 否則的話 你將來要看到 舊的 你就無從比對 然後 謝謝 謝謝 謝謝